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学习《入菩萨行论》 《入菩萨行论》的作者 《寂天论师》 我们前面也简单地 介绍了他的一些世界 我想这里也给大家 讲一下他的一个公案 《寂天菩萨》 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一样 到一个森林当中 一只一位文殊菩萨 化身的一位上师 然后获得了教言以后 得到成就的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那么后来《寂天论师》 依靠上师的开许 他前往到城市里面 弘扬佛法 然后他一直前往印度中部的 叫曼嘎德城市里面 曼嘎德城市里面 当时的国王正在造成一些 国王属下的大臣 还有一些门卫等等 后来人们觉得 寂天非常了不起 然后他当着国王的门卫 也就是说 保护国王的一个内城 这个时候 因为他的伟德力 或者他的慈悲力 当时寂天身边的很多人 对他非常恭敬 寂天也是以佛法的道理 进行给他们宣讲 许多人接触了痛苦 获得了快乐 这样一来 人们都非常恭敬他 那个时候有一些大臣 有一些奸臣 对他不满 然后在国王面前进行告状 说这个门卫不合理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合理 他连保护国王的宝剑 也是假的 确实当时他有一个宝剑 这个宝剑是木头座的 就是木剑 也是文殊菩萨赐予加持的 当时很多人一直这样 在国王面前告状 告状以后 国王也是要求 每一个眷属的武器 重新要检查 当时寂开他这样说的 他说 我的宝剑 最好的是你们不要看 如果要看 可能有一些危险 但是国王一直不听 必须要看 后来他说 如果国王实在要看 那么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去 最好你一只眼睛盖着 挡着以后看得好一点 后来国王照着这样做的时候 确实用眼睛一看 眼珠已经掉在地上了 当时他也非常害怕 所有在场的人也是知道 寂天菩萨的大成就 后来所有的眷属 包括曼嘎达的国王 在寂开面前 他出完家以后叫寂天 现在他可能叫寂开 但这个也可以用吧 指的是一个人 当时在他面前 大家忏悔 忏悔以后 后来国王也一直恭敬地 祈祷他 恢复他的眼睛 然后寂开 最后也答应 答应以后 用手指拿去眼珠 然后插在他原来的眼孔当中 恢复如初 所以当时也是从他的成就方面 跟其他人完全不相同 这个问题大家也应该记住 我想我们顺便 寂天菩萨的七个稀有的传记 方便的时候 给大家也做个介绍 这样的大成就者 寂天论师所造的《入菩萨行论》 我们现在要宣讲的内容 那么法本上是这样说的 完整无缺 正确无无开明 大成道德 这部《入菩萨行论》 分而论明和论义 他这里 《入菩萨行论》这部论典当中 完整无缺地已经宣说了 所有大乘的祭祷国的次第 即道果的次第 然后无无地已经宣说了 正确无无 这些文字上 大家要学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不要一下子就过了 应该认认真真地去思考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部《入菩萨行论》 如果我们好好地学习 可以说是 整个大乘的所有教义 包括在里面 已经涵盖了 所有的大乘经论 我们在末法时代 短暂的人生当中 所有的大乘经典 论典全部要了如智障 恐怕是不现实的 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花一段时间 然后尽情认真真真地 学习这部论典的话 实际上大乘菩提道的 所有的次第和所有的教言 都已经了解了 所以这个意义是相当大的 我想尤其是 现在的一些大城市里面的人 真正去上一个佛学院 或者到一个寺院里面去 完整的学习 有关教理相当困难的 有系统性的 很完整 次第 有次第性的 这样的学习 几乎都是没有的 但我想 我们如果自己 把《入菩萨行论》的论典 当作最重要的一项事情 应该这样来对待 现在很多人听课 学习佛法 实际上是 把自己的生活放在重点 然后学习佛法 研究佛法 修行佛法 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这就是很多佛教徒的态度 对佛学的态度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 把自己的吃和碗 或者一些生活 工作等等 这些放在最主要的 时间也是大多数的 以这些来占自己的时间 所以我想大家 一方面恐怕城市里面的人 不像我们 寂静地方的出家人一样 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生活 有一定的困难 这个我们也理解 但是你对学佛的时间 没有安排 学佛的经历 自己没有安排的话 恐怕永远也是 你的学佛不能成功的 所以每一个人 把学习佛法的事情 应该尽量地把它 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应该给他安排一个 比较充裕的时间 让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生活当中 也一定要拿出一部分 像在很多大城市里面的 学习佛法 比如说 一个组一个组 大家坐在一起 然后吃一顿饭 喝个茶 然后讲一些没有什么意义 无关紧要的一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 完了以后 今天我们辅导已经结束了 这不叫辅导 我们佛学院 这叫做破坏纪律 不叫真正的 真是这样的 所以我看到外面 有个别的一些修行人 还是学的也可以的 他们大家住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说 接走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全部都是辅导 研讨 大家都思考 讨论 这样的 然后过来以后 自己到自己的家里面去 很有方便法的 但有些并不是这样的 经常住在一起 全部是浪费时间而已 我想我们学习 《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希望大家 不管是你住在自己的家里 学习也好 或者是跟大家集体学习 千万不要把非常珍贵的时间 就一下子抹光了 一下子就耗尽了 这样就非常可惜 因此我们真正的一些修行人来讲 自己的财产不是很昂贵的 然后自己的身体 也并不管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时间 时间跟生命没有什么差别 一个人对时间的概念很模糊 说明他对他的修行不负责任 应该可以这样讲 所以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时间 应该有一些安排 我想安排也可以 这几天我们每天早上 要求六点钟修行 但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还是安排得很好 这几天现在睡眠了 好多事情都已经换过来了 然后换过来了以后 以后已经成了正常的一种威仪了 这样以后 我想说 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是没有事人 关键就是自己太愚痴了 然后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 迷迷糊糊地全部已经过了 所以我希望 世间上的这些有些在家人 你们也遇到这样的 虽然我讲者很差劲 确实是不具足说法者的法相 这一点我自己也明白 但是所讲的这个法 《入菩萨行论》的内容 非常完美 非常殊胜 遇到这样的法 大家应该认认真真地去对待 没有这样的话 现在世间社会上的很多人 整天都是耽着什么呢 耽着一些世间的无力 世间的一些特别肮脏不堪的 一些贪嗔痴的对境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真正有意义的 一些纯洁的思想 如果这样的话 那世间的轮回越陷越深 始终最后自己也是 不能从中得以解脱 所以说 大家应该有这么好的机会的时候 自己对自己的生活 自己对自己的时间做好安排 我觉得很有必要 那么这里已经讲了 正确无我的宣说 《大乘道德 入菩萨行论》 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是论名 这个也是由真实论名和义力 分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真实论名 梵语当中是这样的 菩提 萨 多 扎亚 阿巴 达 耳 在梵语当 印度的 天人的梵语 印度本来有四种语言 五种语言 六种语言 都几种语言 那么这里用上知大梵语 以梵语来宣说 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翻成汉语 那就叫做《入菩萨行论》 汉语跟梵语对照 一个一个对照 梵语的论名以称为汉语 即是菩提为正觉 所谓的菩提 指的是正觉的意思 正等觉 觉悟 觉名等等 正觉也有佛陀的意思 那么从广义上讲 也有佛陀的意思 也有忠佛 也就是说 圆觉的意思等等 然后菩萨呢 菩萨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里撒多 撒多就是菩萨 我们直接一过来的话 菩萨也可以说 人们平常说的就是菩萨的 还有菩萨的意思就是勇士 勇敢的意识 勇敢的意识是什么呢 值得还没有获得佛果 但是在因地的这些菩萨 叫做勇士 我们平时说 文殊智慧勇士等等 他所谓的勇士 在多生乐界当中 利益无量的众生 度化无边的有情的话 实际上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不会产生恐惧 或者是一些畏惧之感 这样的勇猛大德 叫做菩萨 也叫做勇士 所以他这里勇士 杂亚是行为的意思 杂亚是行 或者行为的意思 阿巴达达就是趋入 入的意思 那么这几个加起来 合在一起 就是入菩萨心 刚才那个正觉 或者是入菩萨正觉心 入菩萨正觉心也对 然后菩提萨都 全部结合起来 我们平时说是入菩萨心论 什么叫做入菩萨心论呢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入的话 意思就是说加入 或者是趋入的意思 刚才这里 我们要加入什么样呢 加入诸佛菩萨的行为 他这里的行为 引申出来就是六波罗弥陀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加入了 大乘菩提萨多的殊胜行为 六波罗弥陀的原行当中去 就是原行当中 所以这部论典的整个 大概的意思 也是这样的 这部论典 我们什么叫做入菩萨心论 大家从字面上 也应该通达 还有从它的意义上 也应该了解 如果不了解的话 我们很多人学习论典 学习知识的时候 大概大概地了解 真正没有去领悟 这一点是不合理的 这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这里 入菩萨心论就是菩提 我想我们这次入菩萨心论 学习的好多道友 我想跟大家共同 取一个名字叫 菩提学会 就是学习的意思 各个地方以后用这个 因为这个显宗也可以用 密宗也可以用 各种宗派也可以用 不仅我们学习 现在入菩萨心论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 还有学习其他的一些论典 密宗的一些教言 都应该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们这次 大家各个地方有一些 可能到时候 如果有一些人学习入菩萨心论 到时候分一些 菩提学会一族 菩提学会二族 这样来分的可以 每一个地方 那么这也是一种缘起 因为道菩提 果菩提 自行菩提 或者是论菩提 意义菩提 等菩提的范围 相当地广大 所以我们真正要学习菩提心 一定要从自己的内心去做 这样我们学习 菩提的这种会员 这样说明应该很好 下面我们要了解 这一论名是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取名的呢 我们这个叫做 入菩萨心论 入菩萨心论 它取名的方式是非常多的 就像以前《接生命运经》当中 以地方来取名的也有 以人来取名的 还有以比喻和意义等等 大概有四种取名的方式 佛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现在世间上 也大家都清楚 不管是什么一个东西 都有取名的方式 不相同的 人有人的名称 敌有敌的名称 还有外面的山和大地 任何一个事物 它有它的不共的名称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佛经的话 佛经有佛经不同的名称 论典有论典的名称 这些名称 也不是没有远过而去的 所以在这里取名的方式 本来是无数的 方式是相当多的 多种多样的 但归纳起来 有这么几种 同诚而言 明明的方式有所说之义 所说的 从意义上面取的也有 意义上面的话 包括《入菩萨行论》 也是从意义上面取的 还有平时我们讲的 《实地经》 《菩提道次第论》等等 很多论典有些意义上面取的 有些论典和经典 有意义上面取的 还有能说质量 能说质量来取名的话 能说指的是它的词句 词句的数量来取的 比如说中观四百论 或者戒律三百论 七十空行论 六十正理论 还有四十五十颂等等 有很多以能说的 词句的数量来取的也有 也有一些 从它的作用上面来取的 比如说《贤愚经》 还有一些《大解脱经》等等 这些也有一些 作用方面来取的 有些是以地点来取的 像释迦牟尼佛 所宣说的《能切经》 当时佛陀在能切地方 所宣说的缘故叫《能切经》 这样还有许多的 以地方为名而宣说的经典或论典也有 然后有些是以眷属 以眷属的名 比如说《龙王清闻经》 《弥勒清闻经》 现在汉传佛教当中 也有比如说《六祖谈经》 《了凡思绪》等等 这些依靠 有些是亲闻者的名称来取的 有些是作者 他自己的名称来取的 这种方式都有 让世间和比喻来匿名的 还有一些世间 世间就是《显戒经》 实际上是我们这次《显戒经》 所有前佛的名称 所宣说的缘故就是《显戒经》 有些是以比喻来宣说的 比喻来宣说 像《刀干经》 或者《金刚经》等等 这些是以他的比喻来宣说等等 此论是以其中的 第一种方式 我们前面讲了 这部论典的话 那么第一种方式 从意义上面来取的 为什么意义上面来取呢 我们前面也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趋入 这样的菩萨行为当中 所以我们趋入这样的 菩萨行为当中 首先我们从此举上要了解 所谓的《入菩萨行论》 是趋入大乘菩萨行为的一部论典 这里面着重宣说了这个道理 从文字上我们这样理解 然后从意义上面 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 真正地 我要加入大乘的行列当中 加入大乘的团体当中 这一点大家 每一个人心里要发这样的誓言 这是我们这次所学的 目的就是这样的 我们这次为什么学习《入菩萨行论》呢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得到一些佛法的利益 关键是什么呢 看我们自己的信心 如果你自己没有信心 你内心当中没有什么在意 那《入菩萨行论》里面的很多加持 很多道理 你不一定是非常圆满的 当然每一个人 我觉得一个是自己的缘分不同 根机不同 还有前世的发言不同吧 这次我们学习《入菩萨行论》 比如说有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 可能有五六十个人 真正它的意义 有一定的了解 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不但是意义没有了解 连词句都没有了解 还有一部分的人 他的誓言不坚定了 刚开头的时候听两天 然后开始中间 就不能圆满地下去 也会有这样的 所以听众的根机 也是完全不相同的 而且获得的利益 也是不相同的 本来从表面上 看到我们一个经堂当中 然后坐在同一个时间当中 大家坐在一起 然后我们的传作 语言 很多文化差异 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当然每一个人的根机和自己 当时在听受的过程当中 有些心态很多都不相同的 有些心态摆得很正的 没有什么其他杂乱的心 一心一意专注的话 恐怕每一天应该得到一点点利益 所以我想我今天 也是给大家再三的重生 要求我们从内心当中 一定要想什么 我从现在开始 我加入了大乘佛教的团体当中 那么我加入了大乘佛教的团体以后 我以后的工作是什么 以后的事业是什么呢 尽心尽量地利益众生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则 这就是我们大乘菩提的 最基本的要求和方向 如果我们这个没有搞定的话 我们表面上是怎么样做 怎么样修 恐怕是不能成为真正大乘菩提的因 下面我们继续讲 意思就是说 刚才也提醒大家 我们这次入菩萨行论 学习入菩萨行论 意思就是要趋入大乘菩萨的 六波罗弥陀当中 这里面意思就是这样的 也很简单 但我反反复复这样说的话 也许有些人真正依靠 这些话语来自相续当中 产生一种誓言 产生一种觉醒 如果产生一种觉醒 这就是我们一生当中 非常难得的 所以《入菩萨行论》的名称 大概这样来取得 取名有何必要呢 为什么这样取名呢 一般来说 取名的必要就是为了了解意义 当然我们取名了解意义 世间上的名称 有些是依靠比喻 依靠意义而取名的 也有 有些名称不依靠任何原因 直接顺便取的 比如说我们人名 像藏族人取名 有很多很多的意思解释 吉祥天女 吉祥如意等等 有很多人 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有解释的 其他有些民族 没办法解释 也有这种名称 包括世间上的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取石头 那么石头的名字 为什么这样取呢 这就是没有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我们到时候 音名当中也会讲的 名称一种是有原因的 一种没有原因的 有两种来取名的 但是我们论典取名的时候 应该说有一些原因 没有原因的取名 几乎都是没有的 那么为什么《入菩萨行论》这样取名呢 取名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浪切经》当中这样说的 若不黎明成 世间皆密谋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上 所有的物质 所有的人 地方没有取名字 那这个世间都已经 很迷茫的一片了 没有取舍的这种概念和方法了 古物质巧方便 诸法利益名 所以大致大悲的佛陀 具有善巧的方便方法 要求也是让众生 对所有的事物取名的 然后佛陀也了解 或者了知一切万法 有这种取名的方式 就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原因 这部论典 依靠意义来取的 依靠意义来取的话 有些利根者一看到论名 马上知道 里面所有的内容 就像以前《智开大师》 他一看到《妙花莲花经》 《妙花莲花经》里面 讲的所有内容都已经通达了 后来他在六个月当中 进行宣说 也是一直讲不完 光一个经名 也讲了那么长的时间 而中根者 你看了论名以后 基本的意义会通达 比如说《入中论》 《两立宝藏论》 《金刚经》等等 你听了以后 大概的意思 大概的概念会了解的 那么最下根者 也是寻找法本等等 有很多的必要 首先宣说论名 其他根基者也是依靠此 而容易地寻找法本 如果我们《入行论》 这几个字没有去 那放在哪一个法本当中 我们都根本不知道 后面怎么分 但是我们最顿根 《入行论》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平时照的时候 就比较方便 《入行论》就是放在这里 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有这样的必要 这就是我们取法本 取名的内容和必要 他这里比较简单的 这个语言来宣讲的 那么我们前面 菩提萨多等等 为什么用翻语 来这样宣说 其实翻语来宣说 有几种原因 翻语宣说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相续当中 剥下解脱的宗子 翻语的宗子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 剥下了翻语的宗子 有什么利益呢 我们以前也是讲过 因为我们所有的先戒前佛 实际上全部以印度人的身份成就 以出家的相来成就 而且全部在印度菩提迦也成就 成就以后 以翻语来转法论 第一次出转法论 是全部用翻语来转法论 因此这个语言的加持和功德 是相当大的 如果我们现在 每一次读一些论典的时候 前面的翻语 在口里面这样念 那么自相续当中 已经种下了 这样解脱的宗子 不仅是印度的高僧大德们 用翻语 这个翻语 我们到了藏地的时候 很多意思几乎都是不一的 前面翻语什么什么 然后赞语什么什么 我们每一次《大藏经》翻开的时候 《大藏经》的每一部经典 刚开始的时候 就翻语什么什么 然后藏语什么什么 然后翻开轮注的时候 两百多号 也是刚开头的时候 全部用翻语 为什么不能翻语呢 当然我们不能翻语的 也有五种不能翻语的 比如说 诸语不能翻语 我们前面讲《心经》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过 但是在这里 翻语不翻语的原因也在这里 所以我们平时不仅是 印度大德们有这样的传统 而且藏传佛教当中的 有些个别论师也是 虽然他不是用翻语写的 但是开头的时候也用一些翻语 原因是什么呢 让后学者在他的相续当中 种下善根 种下这样的种者 所以也有这样的传统 这是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用翻语 原因是第一个 第二个原因 就是来愿清净 那么来愿怎么清净呢 大家应该清楚 印度不像我们藏地 和中国不太相同的 为什么 当时的造论 非常严禁的一件大事 一般来讲 印度智者们造论以后 还没有真实流通的时候 很多的高僧大德和智者们 大家集聚在一起 然后开始进行检验 进行观察 观察以后 如果觉得这个论典可以过关 当时有很多的智者 集聚在一起 比如说 这个人要出一本书 所有的这些智者们 专门集聚在一起 进行研导 进行辩论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作者已经得胜了 如果这样 给他一定的待遇 一定的奖励 有这样的 如果他造的不符合佛法 不符合世间法 这样的话 那把他算在狗的尾巴上 然后在整个城市周围转集圈 转集圈以后 把那个法本拿来烧了 就是不能公开 不能出版 不能流通 这就是他们的规矩 有些论典 不仅内容不是很好的 而且对人们的身体也好 思想也好 对他的健康有害 如果这样的话 那作者受法律的惩罚 有些是断胳膊的 有些一辈子当中 关在监狱当中 也有这样的 这是我们 可能其他的国家也是有的 有些 比如说梵动书 一些对人的思想不利的论典 现在有些国家 也会提倡这一点 所以印度当年 随随便便不能容易 因为这个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没有一定的把握 不像我们现在人那样 现在人为了有些金钱 为了名声 随随便便 今天自己乱写一套 然后明天花一点钱出版 出版到处都开始发信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这样的论典 没有任何价值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它的目的 并不是利益众生 现在很多人做作相当多的 不管我们佛教上也好 或者从世间的书上面 只要有一些人民币 那这个书没有一点困难 马上可以出手了 很容易的 实际上这种传统是相当不好的 真正的一些佛教论典 应该通过这样严格的考核 严格的检验以后才可以出版 那对整个佛教界有一定的利益 所以当年印度 就像我们现在论咒当中的两百多汉 这些真的价值是无比的 因为当时有成千上万个智智和班智大 集聚一切 大家都通过认可而得到的 所以当时的来源相当的清净 因此我们一知道 前面有梵雨的话 这就是印度传下来的 既然它是印度传下来 那这个论典是非常可靠的 所以我们平时藏传佛教当中 也的确有这样的 一般印度的 比如说《入菩萨心论》 《入中论》 《中论》 还有一些包括英明方面的食量论 这些论典 所有的佛教徒百分之百 没有一个不认可的 如果不认可的话 那这个人的信仰和精神有问题的了 就是因为知道 只要是龙猛菩萨造的 约成轮师造的 寂天菩萨造的话 那百分之百 里面的内容是千尘万确 大家没有任何怀疑 所以我们对来源清净方面 也很重要的 我们有些人说 你们学院出来的上师 你们学院出来的法本 应该是很好的 我们不一定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那么严格 所以我们这里出来的所有的人 百分之百都是 非常好的修行人 也不一定不敢这样保证 然后这里出来的所有法本 全部是很好的话 也不敢保证 包括我自己有时候 胡言乱语写成文字的有些 也对众生有利还是有害 但真正的害处 我觉得不一定是有的 因为我这里所造的动机 并不是故意害任何众生 没有的 但是凡夫人的分别念 也可能是不一定有利的 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以后学习的时候 应该来源清净的 最可靠的佛经论典 论典当中也是 真正的大成就者所造的这种论典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平时翻译的时候 一般是真正的大成就者 真正的非常了不起的 这些大德们的文章 或者他的论典我就愿意翻译 然后别人有一些议论 或者自己也是搞不清楚的 这样的话 暂时不敢翻译 也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来源清净很重要的 这是来源可靠 这样讲的 然后加之一念 以此智者们的恩德 那么为什么我们前面 用一个翻译呢 大家都知道 印度佛教的来源 首先第一个 我的大师释迦牟尼佛 也是以印度人的形象 来到这个世界 他以转三次法轮 都是以印度的翻译来转的 后来不管是哪一个朝代 哪一个国家 有非常多的一些大意识 小意识 他们也是翻译了 很多佛陀的经典和论典 然后后来的一些班智达 一般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所有的翻译 印度的一位班智达 和藏地的一位义识 这两个结合起来 翻译的比较多一点 每一个论典或者经典的后面 都有一些义识的名称 所以这些印度人 我们经常称为班智达 藏族人叫做义识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种习惯 但不管怎么样 印度佛教的来源是非常清净的 但是这里的这种论典和经典 如果我们这些义识们 没有翻译出来 恐怕我们现在 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 业力也很深重的 现在我们要学一个翻译 要学一个其他的语言 然后要精通的话 恐怕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内心当中 应该对这些义识们有一种感恩之情 如果没有这样 好像学的是无所谓的 平平淡淡的 一种无动于从吧 不管怎么样都可以 反正这个论典都是 现在已经出版了 很容易啊 如果以这种心态 不要说我们佛教 连世间的可能 有些基本的 人文道德 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是恐怕说不过去的 所以我想 我们作为佛教徒 对上师 对佛陀 对菩萨们 一定要有一种强烈的信心 非常感谢他们 始终都是有这样的 每一个佛教徒 每一位弟子 如果他对他的上师 有一定的感恩之情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上师的加持 肯定会融入他的心 如果觉得好像上师 也是跟世间一般的老师一样 连世间的老师 也是没有恩德之情 有刚刚的心情 那恐怕是在他的相续当中 不一定得到真正的学问 我们世间古人也经常说 饮水寺缘的意思 以前颂代的时候 禅宗有一位禅师叫做大监禅师 大是大小的交接 箭是箭顶的箭 那么他是这样说的 说是 饮水之缘 自觉之物 饮水之缘 自觉之物 死其缘债 意思就是说 我们饮水的来源 自己应该明白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所谓的上师难道很遥远吗 也就是说 他这里 我们要想到上师的恩德 那么所有佛法的来源就是上师 如果你想到 没有忘到上师的恩德 可以说 上师并不是很遥远的 中而言之 我刚才从三个方面来讲了 第一个是 说了凡语 剥下这头的种子 第二个 说凡语 说明来源清净 第三个 听母的时候说凡语 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忆念这些大德们的恩德 所以平时我们学习佛法和学习 任何一个佛法的时候 对这些佛法来源的上师 一定要有非常恭敬 虔诚的信心来祈祷 一直这样想 以前很多古代的这些大德们 他们对自己上师的感情 对自己上师的恭敬心是什么样 大家也应该清楚 所以我们如果对上师 对这些佛陀 对传承上师 没有这样的恭敬心 恐怕他们传下来的法 对你的相续来讲 不一定是有利的 包括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也是 有些人对自己的父母 对自己的老师 一点都好像无所谓的感觉 那么这样的话 老师和父母给你传下来的这些知识 对你的一生当中用得怎么样 恐怕不一定是很明显的了 如果你觉得 我如今的成长 我如今的智慧 全部来源于老师 来源于父母 对父母有非常大的感恩之情的话 那你相续当中的这些学问 一定会用于世间的 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 往往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对上师和对佛陀的忆念 对他的感恩之情是怎么样 如果他有一定的 非常要想念上师 想念佛陀 以这样的心情的话 那他说出来的话 肯定对众生是有利的 然后他做出来的事情 对众生肯定有利益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 表面上好像赞叹佛陀 赞叹佛陀 实际上自己也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不可能打动别人了 所以平时都看自己的信心 来观察自己 这是极为重要的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就是伊利 伊利经历一切佛菩萨 这个是仪师们做的 原来寂天菩萨的愿文当中 是没有的 因为一般藏传佛教当中 大家也是清楚 做任何一个论典 造了论典以后 后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这些仪师们 一方面自己的翻译过程圆满 翻译三种圆满 中间不出任何违缘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一方面 他们也对自己信仰最大的 也就是说对自己 最恭敬的本尊和佛陀面前 恭敬顶礼 有这么一个传统 那么这个是谁 这样做的伊利呢 这个伊利应该是 大家也应该清楚 《入菩萨行论》 在藏传佛教当中 最开始的时候 国王持中得证的时候 嘎瓦巴扎 三大意识之意 他是依靠 肯散米亚的版本而翻译的 最开始的时候 当时应该赤拉巴剑 赤拉巴剑是藏地41代国王 他是金刚属菩萨的化身 他对佛教的贡献 也是相当大 一般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国王宗藏刚博和 持中得证 赤拉巴尘 这三位国王叫做 诸孙三王 他们分别为观世音菩萨 文殊菩萨和 金刚属菩萨的化身 那么他们对佛教的 贡献也是相当大的 尤其是赤拉巴剑 他当时建立了 非常大的义精园 然后从印度 也引起了许多的班智大 我们藏地也培养了 很多的仪式 然后在义精园当中 大量的翻译 以前在国王持中得证时候 所翻译出来的 这些潜移的教典进行交对 然后还没有翻译出来的 进行翻译 那个时候 刚才三大仪式 嘎瓦巴则士其中 在两代国王的时代当中 是最有名的一个仪式 首先 刚开始的时候 他翻译的《入菩萨行》 依靠肯萨米亚的版本 而翻译的 然后后来 应该在后红世纪的时候 就是罗兹瓦仁琴颂波 仁琴颂波 我们前面也已经介绍过 大家应该清楚的 那么他是依靠印度中部的版本 也继续做过一次翻译 最后阿底峡时代的时候 应该是罗兹瓦巴 他当时也是藏地 非常有名的一位大仪师 他后来也进行教对 也进行从业 所以《入菩萨行论》 有三次的翻译 但是在这里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最主要的 后来这些医师们也进行教对 依靠印度的版本来进行教对 所以我们这样的论典 应该来源也非常清净 而且它的内容很殊胜 此句也是相当有名的 由于此论属于经藏的凡处 应要按照国王规定的顶礼方式 信仰最大的诸佛菩萨面前作顶礼 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当时国王为了遍清三藏 他要求 如果包括律藏和 属于律藏方面的所有的经典和论典面前 应该要顶礼一切之之的佛陀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戒律方面的因果是非常细微的 那么这样的取舍 果报的问题 唯一佛陀的 尽所有知和如所有知的对境 如果没有它 那诸佛菩萨和三位缘觉 也是没办法通知 这样的因果取舍 所以一切律藏面前顶礼 一切之之的佛陀 有这样的要求 然后有关经藏和 属于经藏论典的前面 要放一个顶礼诸佛菩萨 为什么顶礼诸佛菩萨呢 大多数的经藏 全部是佛陀和菩萨 依靠一些文达的方式来 而形成的 比如说《文殊清闻经》 或者《弥勒清闻经》 还有《佛陀娜清闻经》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对话形式 所以大多数依靠这种方式 因此国王要求 应该在这种论典面前 顶礼一切诸佛菩萨 应该由这样来取舍 然后有关论藏 或者对法方面的 所有的经典和论典前面 要顶礼文殊十利菩萨 为什么呢 唯一的文殊十利菩萨的 尖锐的智慧 才能可以辨别 云 解 除 缘起等等 一切对法方面的概念和数目 它的定义等等 所以当时是这样要求的 自从拿到赤喇巴经以后 藏地基本上也形成了一方面 是当时国王的要求 一方面也确实是为了 辨清一些三藏的分类 我们一看的时候 从它的定义句也看得出来 噢 这个是戒律方面的一部经典 这是戒律方面的一部论典 噢 这是论藏方面的一部论典 或者经典 一看就辨别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 汉传佛教当中 虽然以前比如说 《俊姆罗生》 或者唐玄宗 这些也是大量的翻译了 确实在整个历史上来讲 是前述唯有的一些经论 都已经翻译了 但是从这个方面 基本上都没有定义句的传统 没有这个 所以现在一看《大藏经》 当中一看 前面分不清楚 到底这个属于论藏还是律藏 这个很难分 原因就在这里的 这是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刚才也在这里讲了 这个国王当时 对我们的佛教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而且他对出家人的尊重 我以前也讲过 他一般来讲 国王有一个比较长长的发迹 发迹上面有各种颜色的 绸缎打扮着 来一些出家人 来一些僧团的时候 他自己的发迹 松下来 铺在地上 然后出家人全部 踏在头发上而行 他国王对出家人 如是如是尊敬 这样以后 后来所有当时藏地的佛教 起得非常兴盛 那么当时他也要求 每一个出家人 应该七户施主来供养 不像现在一样 现在我们这里 有些出家人不要说七户 就是一个居士 也是找不到 非常痛苦 是不是 有些人是这样的 有些人都特别富裕 可能有七百多户也不知道 当时国王是这样要求的 国王有这么样的要求 而且尤其是他的意境方面 当然应该可以这样说 我们历史上的有些国王 看的话 比如说汉传佛教当中也是 像乾隆皇帝 孙者皇帝 康熙皇帝等等 他们也是对佛教 作出的贡献相当大的 那么我们藏传律史上 也有这么大的大德 了不起 以国王行事来护持正法 也有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也应该按照 当时无诸菩萨造论的时候 也是按照国王的 顶礼句的方式来这样解释 对于《论义阿瑟利三天认为》 那么我们这部论典 《入菩萨行论》这部论典 论义是这样 阿瑟利三天 这是印度的一位论师 因为印度论师当中 前一段时间也讲了 印度有 基本上现在我们翻译出来的 有八九个讲义 在讲义当中最出名的 一个是三天的讲义 还有一个就是 拿伯瓦的讲义 还有一个是 慧原论师的讲义 这三大讲义 所有印度的《入菩萨行论》 诸说当中是最出名的 所以我们无诸菩萨 他在造论的时候 他就想想细细地 翻越了这些论典而进行造的 因此我们表面上看来 三所海并不是很广的 不像其他有些论师 所写的那样广 但实际上 他最根本的问题上面 都已经参考了这些论典 参考了这些诸书 那么三天论师认为 整个《入菩萨行论》 到回向瓶之间 后三仅仅仅是回向瓶 它是初三 中三 后三 以四个三相当中 包括我们《大圆满行行修习》的修法 也是《三处三引导文》 他这里也是讲 初三 中三 后三有三个方面讲的 首先是大乘菩萨行方面 宗密乘方面 无上大圆满 他这里也是 三妙方面来进行宣说的 这是《三天论师》的说法 那波瓦阿瑟利是这样认为 以造论之音宣说六度 甘连恩德尔作顶礼的 这三部分 包括次论 他是以这种方式来宣说 也就是说 造论之音是 从下满人生极难得 开始到前三品 我们下面的第一品开始 下满难得 然后前三品讲是造论之音 回向瓶宣说布什瓶 我们中间讲了六波罗蜜多吧 六波罗蜜多的话 回向瓶讲布什波罗蜜多 然后不放逸品 还有正知瓶宣说的戒律波罗蜜多 然后其他的几个 比如说安忍品 精进品 禅定品 智慧品 这几个我们论文当中 也是比较明显的 每一个品名都有了 但是六波罗蜜多的话 只有布什度和刺戒度 这两个不明显 但是这两个 开阔性的内容 大家应该要明白 到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 整个全部内容是怎么样说的 三天论是怎么样认为 然后你前面好几个大口号 你就这么填 应该想一想 然后那波罗蜜贼 有些人呢 那波罗 哪波罗 哪波罗是什么意思啊 哎哟 从来没有听过 从来没有看过 特别伤心 不要这样的 应该先一步一步地全部学懂 这是其余的 在内容的颂词当中 比较明显而易见 本诸师的分法如下 今天讲到这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